花木皆有情,花草树木都有他们自己的传说故事 今天要分享的是蓝蝴蝶花的故事 传说有一个人类无法到达的神秘的无灰森林 叫无灰这个名字是因为 凡是执意要去探险寻找的人们都是有去无灰的 所以取这个名字来警示后人,千万物涉险 话说无灰森林的云生之处有一个百花园 百花园里有各种棋花异草 中年争棋豆艳,万子千红,飘香处处 这些娇美的花朵呢 都是被园内的一个叫百花仙子的吸星照料管理者 蓝蝴蝶非常喜欢爱笑的百花仙子跟园内各色花朵 天天都来拜访花仙子 在百花园内跟群花一起嬉戏 表演玩耍却发现无忧无虑的百花仙子 居然在那边叹气 他连忙上前问原因 原来是仙子们的年度表演 百花仙子他原先预定好要排练的彩虹舞 却因为园内兰花家族的闭关修炼而无法完成 蓝蝴蝶听完就说这有什么难的呢 就把我变成蓝色的花朵吧 百花仙子听到以后狐疑的看着蓝蝴蝶说 你可知道一旦变成了花之后 你就得永远住在我的百花园了 蓝蝴蝶说我愿意啊 我好爱百花园 我好喜欢你们 所以蓝蝴蝶花的花语是 愿和你在此相遇 于是百花仙子就把蓝蝴蝶变成了蓝蝴蝶花 当微风拂过蓝蝴蝶花 就会像蓝蝴蝶般的翩翩起舞 蓝蝴蝶花朵造型 形似蝴蝶而得名 上开时微风过处 酷似群蝶翩翩起舞美极了 养殖要点 喜欢高温 最适合的气温是设施23到32度 半日照到全日照都可 需要施肥 温度适宜的条件下 全年都可开花 开花后可以修剪矮化 避免越长越高 造成开花稀疏